在北投这间温泉会馆 光从建筑物就会感觉出 典雅及舒适的环境 无论是平时或是假日 总能吸引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 听说里面的装潢 更是别出心裁哦 这是我们的石雕艺朗 可以让客人在这边 驻驻欣赏一些石雕作品 有各式各样的石壶 还有些人物的造型 非常的精致典雅的 然后雕工也非常的细致 然后多样化 这是我们最顶级的和风套房 那以这个中国传统艺术风格 来打造的一个氛围 让客人感觉到一个文人雅式 一个精致典雅的风格 那像这个传统的 古色古香的 中国画的一个缎带 让客人也在非常精致典雅的 一个感觉这样子 我们这个泡汤池的话 在北投区工业来讲 算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拥有这个北投区最大的 这个泡汤池 那我们提供的是白黄汤田 它俗称美人汤 又称为这个牛奶汤 那浸泡之后 对女性的皮肤 非常的好 非常的细致滑嫩这样子 除了有这么惬意的泡汤氛围外 管内的公共环境设计 更是别有洞天啊 这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 这个多功能的教育厅 那给客人在这边休息 越南书报杂志 可以上网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值得一提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多功能的教育厅的这个部分 就是龙凤雕刻的座椅 那本身是泰国皇室 转转送来这边的 给客人这边欣赏 来到北投泡温泉 除了透过轻松的休闲环境 到身心灵放松外 精致的美食料理 也是相当重要的哟 今天为您介绍九家大菜 那首先从这一道 我面前这一道 杏香排骨酥开始介绍 那它是以前 九家菜中的 人称钻石咸酥鸡 那它是 用整只的猪肋排 是选用它第六到第十三节的部位 因为它的油花比较分布均匀 我们的料理方法比较特殊 这样一整只排骨 因为我们有先经过卤过 所以它你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这个肉的部位剔下来 那里面都会保有排骨的汤汁 然后第二道 我来为您介绍这一道 是早期的九家菜 那我经过改良之后 变成比较华丽的盘式 是生菜紫衣蛋黄虾 这个紫衣的部分就是这个紫菜 那包裹着咸蛋黄 那这咸蛋黄是有经过烤过 所以它吃起来比较不会这么的油腻 那里面有包着红萝卜 跟小黄瓜 那在吃的时候 因为本身咸蛋黄的短固醇含量蛮高的 所以我们会配上大量的生菜 用它的膳食纤维让我们吃完之后 不会因为吃了这道菜而弹固醇过量 那接下来再为您介绍 是我们会馆里蛮经典的一道九家菜 新生糯米鸡 外表看似平凡的鸡汤 其实它里面 我已经先把它已经去骨 然后在里面 那放上新鲜的糯米 那这个地方为糯米饱溪的汤汁 以及鸡肉的原味 听完主厨讲解后 是不是令人食指大动了呢 当然除了华的九家大菜外 主厨更贴心地为小家庭推出 八三创意料理 融合中华料理各家元素的招牌 更是好吃到说不出话啦 大家来到北投 就千万别错过家家 充满东方美学的温泉会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